欢迎收看股市张国策 我是吴磊光 今天我们的大盘跟台积电都非常的精彩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好了 待在跟各位报告有关于川普的事情 今天的大盘最高下跌了621点 那最后收盘了371 也就是说今天的大盘留下了将近有250点的一个下影线 而这250点下影线 如果是说在今天以前的一个台股的话 这个250点是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高的一个分数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的台积电已经来到了1000元了 所以这个250点的一个下影线 它会不会是一个力道 我们再看一下台积电 各位 今天的台积电以这个K线来讲是红K 对不对 红K 好 各位 重点是什么 今天台积电最后收盘是1005 1005元 跟今天的最高点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好 各位 今天的1005 我个人觉得四个字 众望所归 就大家都在想 希望它今天能够止跌 止吻 在1000元 那台积电可能听到了 它也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好 1005 但是这个1005 难道就代表了它要再做一个回升的动作吗 我想这个也是不一定 因为毕竟现在的位阶没有那么的漂亮 而且现在各位不要忘了还有美国还有一个人物在做挑衅的动作 那这个挑衅呢当然就是总统宝座 那不管它的目的为何 但它的结果就是要希望能够当上美国的总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各位 这是我去做一个Google的动作 好 这是7月17号 7月17号 川普警告总统大选前联准会不该降息 不该降息 各位他为什么认为在总统大选前他认为FED不该降息 这句话我在7月15号的节目有跟各位报告 那那一段VCR呢有两个 一个是台积电的十字线 跟7月15号晚上的道琼跟晚上的费人半导体 另外一个就是川普他在枪袭以后 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到底在想什么 那一段也非常重要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进VCR 多跌20几点 那2330台积电呢 2330台积电今天呢 几乎就是碰到十字线 然后做了一个下以线 下以线反弹的动作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动作在干什么 这个动作应该就在看看 今天晚上的美股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或许你会想说 川普7月份7月13号发生了这件枪袭的事件 但是对于他的选情有帮助吗 目前来讲的话 通勤票当然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大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说 他的选举是在11月初 现在也不过是7月15号 到11月初的时候 还将近有四个月的时间 难道人民不会淡忘吗 对不对 我这样讲可不可以接受 不会淡忘吗 经过这么久的时间 枪袭就枪袭 四个月我也忘了差不多 那种的热情 那种的愤慨 那种的支持度 搞不好都有做一个减弱的动作 但是我个人是怎么想的 我个人是想说 现在我就是 不是不是我 现在拜登就是不想再让 现在川普就是不想再让拜登 把美股这方面 再抬高上去了 他希望会有一个拉回 他希望有一个拉回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7月15号的美股 这个各位可以现在看到是7月15号的NASDAQ 好 这条线是十字线 这条线是十字线 这个 这个是K线是7月15号 7月15号 那NASDAQ在这个地方呢 有留下一个上影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 也有多头的企图心 但是假设这个多头企图心 是有益的 那请问一下 那根上影线会不会是一个字 淘 我这样讲清楚吗 好 这个是7月15号 这个是7月16号 7月16号 又有一根下影线 又有一根下影线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是十字线 十字线 这个是十字线 碰到十字线就上去 就上去 留下了一个下影线 而那一个留下了下影线 会不会造成 让投资人一个错觉 什么错觉 就是均线操作 均线操作 这个地方 留下了一个多头下影线 反弹 会不会 会不会让你有一个反弹的感觉 不然它就跌下去嘛 不然就是一个黑K嘛 干嘛留下影线呢 所以会不会有一个片线的感觉 好 各位 答案就在这里哦 这个是7月16号哦 各位 这是7月17号 昨天晚上的纳斯达克哦 答案在这里哦 直接就 直接就 跳空了 十字线 各位 这个是月线哦 这个是月线哦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纳斯达克 好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是费城半导体 这个是费城半导体 所以到这边来讲的话 我在节目上就一直跟各位讲 其实各位在7月15号我跟大家讲 我个人去揣测拜登的想法 我不是站在股市上 我不是站在股市上 我是站在一个领导者的心态上 去想他在干什么 那我如果假设被我揣测到 你现在这个地方不好 那不好的另外一个窗口是好的啊 对不对 那不好的窗口我把它关起来 好的窗口我把它打开 那我去迎接好的窗口的那些产业跟个股 各位我想讲可不可以接受 可不可以接受 所以呢各位 这个是7月17号哦 7月17号哦 好 各位再看下一张 同一个 同一个画面 这个是第一页 他会这个他是川普哦 他会允许联准会FED包尔完成任期 然而他也提到FED11月 总统大选前应该避免降息 以免被列为拜登任内的政绩 请问这个刚刚跟我刚刚在7月15号讲 拜登 川普 川普他就是不愿意 再看到美股好的状况 为什么 那他如果假设 其实我不想我这样讲 会不会讲太多 而且我这样讲各位愿不愿意听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应该要讲出一个 我们股市未来的一个状况 而不特意来去安慰大家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不会怎么样 传到桥头自然值 大家不用担心 好 各位 7月13号川普受到枪袭事件 在枪袭事件之前 他不一定是一个nobody 对不对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什么 枪袭事件之后 他是一个比somebody 那这个说假的话会不会更有利 会不会更有利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所以说 那为什么 美国的道琼跟 跟那个废城半导体 听到 听到什么 什么 保护费啦 什么 AI晶片啊 那些之类的 所以说不要去想这些 应该是想说 已经发生的事实 已经发生可能性的状况之后 后面另外一个产业跟个股 对我们有哪些是好的 所以各位我是站在 我是站在一个 一个 他们的格局的那一个 那个地方去想 川普在想什么 他要干什么 那他要干什么 他在想什么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台股会怎么因应 美股会怎么因应 所以各位 这句话有没有被我揣测到 川普就是不愿意再看到拜登任内的政绩 那也正好7月13号一个枪袭实践 而变成现在的一个三霸底 好各位 看这里 这个是7月15号我在节目中画的手稿 各位现在看到 在节目中画的手稿 7月13号川普 枪袭 短空 中间内容呢我就不要去讲 我就不要去说了啦 我教大学四年级财经系 投资学很熟 不管是利率 不管是美元 不管是债券 这些呢 我都倒背如流 各位 但是呢 那个是一个 那个是交书的逻辑 我现在写的这一些 是股市的现实哦 不是交书的逻辑哦 所以你拿 你如果拿交书的逻辑来看我手绘的这个的话 那你也是在教科书里面的人 你不是在股市的现实的人 了解吗 所以真的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 各位 最后的四个字 股市拉回 股市拉回 这是7月15号 7月15号 各位我们看这里 7月15号 K线在这里哦 也就是刚刚各位 各位在节目中看到 我在7月15号介绍 介绍台积电 介绍台股的K线 好 2330 这个是台积电 隔天 隔天有高点哦 隔天有高点 好 这个高点 各位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高点 会不会有心人士 只有一个字 逃 了不了解 好 这个字7月17号 7月17号 光从7月15号 16号 17号到18号 各位 我每天发给我 所有的会员 只有一个简讯 而那个简讯里面就是 不要急着买股票 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 落转强的股票 已经要来了 不要急 不要跟以前一样 看到股价低 就赶快跑去买 然后听别的老师说 如何如何如何 像今天我相信 还是会有很多的同业 来鼓励大家 今天你们一定要去买台积电 好各位 现在这个是月线 现在各位 现在看到这个是月线 你觉得台积电在月线 这个地方 它今天敢跌破吗 台积电公司敢吗 我想这句话 各位听得懂吗 这个已经不是股市的状况了 这个是众望所归 那既然是一个众望所归 一个期许度 请问它能够撑多久 这才是一个重点 而不是撑一天的 而不是撑一天的月线而已 了解吗 那我们看大盘呢 大盘在这个地方 就是跟大家讲的嘛 如果今天 各位 如果今天没有这个下影线 它是完全在月线之下 我不是要有其他的意思 我只是把我知道的状况 跟大家做一个互动 你听得进去也好 听不进去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反正最主要是 我是要跟我会员说的 因为我要对我的会员 做一个负责任的动作 在赚钱的时机 多头的期间 你中压 带你赚大钱 如果不行的时候 把资金抽出来 我们避开这个危机 了解吗 我做的最主要是这件事情 所以呢各位 7月15号 我在节目中跟各位讲 画出来 现场写的哦 7月16号 7月16号 我告诉大家 川普在之前 前任总统 2017年到2021年的时候 他提倡了 我先截出来这五大点 这五大点 然后第二点是中美贸易战 军工为主 航太为辅 各位 这三天 是不是军工为主 航太为辅 7月16号 有人跟你讲这些吗 没有 因为不懂 也不敢 就算懂也不敢讲 我这样讲各位清楚吗 所以我在节目中 不是乱讲的 我不是来这边消耗时间的 好 降低药价 各位 生计这几天有没有涨 这几天是不是就是我写的这些 所以说 你不要去想说 里光老师 但是其他老师都没有讲 报章媒体杂志也没有讲 就你一个人讲 我们怎么会相信 无所谓嘛 我就跟你说 我是在服务我的客户嘛 7月1号 7月1号 我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你们也看了好几天的VCR了吧 华固25487月1号 K线在这里 各位 这个是华固哦 这个是7月1号的华固哦 K线在这里哦 K线在这里哦 我在节目中讲了两次 愿意买吗 你愿意买吗 如果是一个输家啦 他是不愿意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看他涨上来 他不敢买 他不敢买 了解吗 但是如果是一个学技术分析的 或许他也是不敢买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认为 这个是低点 这个是低点 隔天是一个时日线 而且这个时日线上面的上影线 又比这个下影线要来的多 所以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是空方胜利 空方胜利 好 那这个地方呢 7月1号又来一个上影线 虽然有一个红K 但是我再看看 看他会不会被做一个拉回的动作 我再看看 所以学技术分析的 他的买卖哲学就是多看看 各位 我一直告诉大家 现在还在震荡 现在还在震荡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还在震荡 还在震荡 这个地方 从7月1号 最低136 到最后一天 最低138 连他的起涨点 连他的起涨日 最低也不过138 你觉得那些震荡在干什么 对不对 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这个就是实力 这个就是实力 那有没有人买 有 各位 这个是5月28号 投资人跟我家的赖 好 然后他告诉我说 谢谢雷光老师 目前持股接获利 有需要再麻烦您 我每天都收看您的节目 操作稳健 减中肯 我不会胡说八道的 我不会胡说八道的 我不会 我不会长得高高的 然后再拿一个基本面 告诉你说 这家公司多好多好 然后EPS多好多好 各位 这么简单的话 好 再看下去 然后一直到7月1号 他留赖给我 雷光老师 我想买华库 压力会在哪里 会填全席吗 麻烦你 然后这个是下午晚上8点13分 隔天早上什么时候 各位 6点50分 隔天早上7月2号6点50分 早安 请问你会想买几张华库 大概20张 大概20张 我今天是把中间的数字 这个20张数字 比较多拿出来 也有一张的 也有两张的 也有50张的 都有 好各位 再看这张 今天7月18号 早上盘前 请问有买华库吗 成本多少 谢谢 有140以下 20张 昨日涨停 已卖出10张 各位 昨日 昨日涨停 171.5 140以下 很可能就是7月9号之前 好 就算他140好了 171 31块半 20张 60几万 几个交易日 123 4 5 6 6个交易日 这位投资朋友 我看了这个讯息之后 我非常的高兴 虽然你不是我的会员 但是 我只是想说 相信我 就可以了 我介绍的任何一档股票 在节目中 你可以去查 你可以去查我的VCR 我所介绍的股票 都是在指跌点 都是在指跌点 绝对不是像其他同业 或者是盘中的财经节目 已经涨得高高的 然后还在告诉你说可不可以追 各位 你也会有赚钱的时候 但是 只要有一次你追高了 你赚不到几千的钱 然后从赚了一点点 然后只要你不卖掉 你续报 整个下面 整个往空下去的 整个波段 你全部赔到 你愿意吗 我们进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掌握趋势题材 产业股票 低买高卖操作 赢得年度最大波段利润 您要赚骗马 现在立刻加入赢家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福利 城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如果已经麻痹了 套都要被麻痹了 那也就是算了啦 但是我也不想说 我也不太相信说 你会 你如果被套个两三年 你会非常快乐 我也不相信 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6月 6月13号 有一个投资朋友 他告诉我 雷光老师你好 我手上有三张 精彩成本200 我看到这个成本200 我心中的回忆 那几年前的事情 结果我去调了资料 109年的12月 好 请问老师 有没有机会 来到我的成本 还是续报 这个是今年的6月13号 我告诉他 9点01分 续报 平概股 我在那边跟各位 做持股诊断 我不会废话很多 不会去跟你模拟两可 如果来到那个地方 你要怎么样 如果到了那个地方 你要怎么样 结果你在那边等待 然后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不知所措了 我等于在害你 所以以后有人帮你 做持股诊断 跟你讲两个方向的时候 各位删掉 了解吗 我只会有一个字而已 就是留 就是报 要嘛就报 要嘛就是出场 就这么简单而已 好 各位 续报 平概股 谢谢 好 各位 到了7月16号 我问他 早上5点29分 3374出场 已出场 谢谢老师 9点06分跟我讲 各位我们看这里 这个是7月16号 最低来到216 精彩 这个是7月18号 最低来到209 如果今天台积电 没有众望所归 精彩不会再多拉上去的动作 在这边再跟各位报告 最近真的是 晚上半夜你们都会赖我 所以呢 昨天我到医院 有点耳鸣 如果 如果还有耳鸣的话 我还是要去医院 所以各位 尽量在盘中 或者是下午的时候 或是晚上 早上可以 但是不要再半夜 我会累 我们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